欢迎回来 最近呢有一项针对两岸三地富有女星所进行的调查排行榜出炉了 张子怡身价飙涨以1.2亿的这个黑马姿态名列第一 那这份排行榜是真是假 是否具有可信度呢 现在还不得而知 反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呗 衡阳一个女明星红不红 除了看她跟多少大腕闹过飞门之外 还有一个硬指标money 台湾媒体最近新鲜出炉了一份两岸三地女星平均年收入情况排行榜 据不完全靠谱消息 这一结果是以广告唱片片酬活动等指数作为调查基础地 排行榜中星光异议 因闯荡好莱坞 人称国际中的内地明星张子怡 以年收入1.2亿元占据榜首 相比榜单中其他老牌女星 子怡堪称一匹飞马 保养胜好的前辈张曼玉 因逐渐淡出迎评 最终以1.1亿元的总收入屈居第二 而因某女郎走红的巩俐 则以年收入9000万元 迎列第三 此外刚晋升为导演的内地四大花旦中的赵薇也荣当十大 等等 仔细找找榜单上居然目有我等屌丝的女神范冰冰 这不科学啊 要知道这段时间 她可是压变演艺圈 转足了眼球呀